佛经里面有个故事 狮子救 无度天心三兄弟 狮子救三个人 三个人说佛都说得很好 修迷了信徒 兄弟三个商量好了 哪一个人也先往生 到了个独帅内院 赶紧回来报个信 四足就要先往生 往生之后就没有消息 所以这两个兄弟很失望 怎么他走了之后的时候 我们约好了到那边去 赶快来报个信 给我们报个信 顺利已经平安到了 我们放心了 有消息没有了 以后无助往生 天心菩萨等了三年 无助菩萨来报信 他身都在那里 无助天心菩萨就讲了 我们越好了 你到独帅去了之后 马上就回来报信 你怎么三年才来 无助菩萨说 我确确实实到那边的时候 见了弥勒菩萨 马上就回来报信 哦 独帅天跟我们这个时差不一样吗 独帅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他真的是从那里见了弥勒菩萨 他立刻就回来 这么大的时差了 这负责竞选家没错 他就问了 那独帅俊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独帅俊升到独帅天 在外遇 被那些五欲六成的花花世界迷住了 现在还没有见弥勒菩萨 天佛大了 要是经不起诱惑了 那就跟独子就一样啊 决定被天上佛报所迷 你是个事情麻麻烦 所以我们要训练 真正去训练 顺劲 善云不生贪恋 逆境卧云不起晨慧 这是真是功夫啊 那我们这个道场是个很平常的道场 但是这里面呢 也相当的完备 现在有一个园 要我到别的地方去 我能不能舍掉呢 如果是我这个地方都舍不掉 都放不下 那将来我要是到独帅俊 我不跟四四九一样吗 古人这些四 实在讲都是在提示我们 不要说是这个小道场 世界最伟大 最辉煌的皇宫 给我住 也不会有丝毫贪念 再多的人伺候照顾 也如如不动啊 我们才能成就 这些小恩小怨 你都会动心 你都会起贪争痴 你还有什么成就 你都会起贪争痴